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的是不是由我来访谈 而是邀请到书翔来主要访谈旧志牧师 因为书翔他仍旧住在温哥华 也参加过温哥华圣道堂的聚会 书翔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 介绍一下王里志牧师 以及圣道堂是一间什么样的教会 没问题 我特别记得我 因为一开始我来这边都是在这边 所谓的manline church主流教会 就以白人为主的教会聚会 那所以当我第一次到圣道堂 然后那时候是他们邀请我去帮他们私情 然后我走进去就看到哇两边挂满 就是像传统华人过新年的这种装饰啊等等的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一片中文字 然后从最小的周报到各种大的挂画 上面都写满中文 我就觉得哇好亲切哦 有一种真的穿越来到回到台湾的教会的感觉 也是回到我小时候的台湾教会的那种味道 而不是现在已经你知道现在台湾教会都日新月异 然后各种很新的 那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台湾教会 然后但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教会 然后我就在那边感受跟他们一起聚会 然后整个就是他们有中文歌也有英文歌 然后正道的时候也是中英夹杂这样 那其实我觉得很 就是我在当初就觉得哇 很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然后特别想更多认识这个教会 那同时在跟他们谈过几次话之后 我们这个找我去聚会的这个牧师 他也把我介绍给王牧师 然后王牧师就特别听到我在 也在温哥华念神学读神学院 他就觉得哇很好 然后就一直跟我聊天 然后问我说在不管在神学学习上啊 然后在这边生活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那时候就觉得哇 王牧师是一个好温暖的属灵长辈 同时又听到说哇 他以前是在神学院教书 那我觉得这就更令我有兴趣了 因为我就每一次我都在思考说 就说在神学上跟教务现场的连结 那有一个这样子过去在神学院教书的 然后现在到了教务现场第一线去幕会 我就特别想听他的所有的省思啊 或者是他自己为什么会愿意经历这样 大家都觉得好像神学院教书是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 然后也会比较自在的 那为什么他会愿意到这个可能工时也超时 然后各种人的问题更多很多麻烦的地方 那他为什么会愿意去做这样的转变 是我也很期待 王牧师本人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那时候你说他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 他是用英语教学还是用华语教学 是他基本上是全英文收科 所以他其实是在教学的时候是以英语为主 但现在在华人教会牧养 是没错 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位牧师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王牧师的访谈 非常谢谢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们分享 对今天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之前自己也去了几次这个圣道堂在温哥华 然后所以我在那边私情 然后特别是在Bridge的这个聚会 那Bridge的这个聚会 我觉得一开始就可以请教王牧师在Bridge的 就是说为什么一开始会有Bridge 这个很特殊的聚会的形式 基本上等一下王牧师可以有给我们更多详细的介绍 基本上Bridge就是一个特别为1.5代的这个中文也很好 英文也很好的这个双语的聚会 那王牧师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Bridge 跟为什么一开始会创立这个特别的聚会吗 是的 Joshua 你刚才讲的就是一名孩子们 有的是十几岁来到加拿大 那么他们中文已经也很棒了 他们不但是可以讲 也可以读这个看圣经 也甚至可以用这个中文来看 然后呢他们工作呢 也是用英语 所以他们是双语 两个语言都可以 所以在敬拜的时候 聚会的时候 他们有的时候沟通的时候 喜欢用中文 也可以用英文 也可以用英文 同样的 唱歌也是可以英文也可以中文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Bridge聚会的时候 两个语言都可以听到 那这个分享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用英语 也有用过这个中文 所以双语都可以 那他们就觉得比较温馨一点 就是在那个场合 什么喜欢用中文也可以 英文也可以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 这个1.5 1.5 generation的这个事工 是我自己是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特别从台湾来到文革华 然后不同的文化 然后用不同的语言 但是同时Bridge这个聚会 就是说在中文堂 跟英文堂之外的这个聚会 真的让我感受到很特别 就是在那边我可以有 很熟悉中文的感觉 同时又有我平常喜欢唱的英文诗歌 真的是像王牧师说的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处境 那今天一开始 我还是想请教王牧师 就是说你的整个个人的成长历程 以及您在整个服饰的过程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好的 很简单的是 我是从留学生 变成在这里做神学生 然后就这个牧养教会 那么从小呢 是叫小乡村长大 那么家里呢 是有养鸡 鸡的农场 看到小鸡到母鸡 母鸡生蛋了 然后这个循环呢 就看到这个生命 一直在繁殖 家里也种了很多菜 也有养鸭 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就是动物啦 就是看到生命 一直在繁殖的时候 就经常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人生在世到底有何意义 所以在从成长中 都经常挣扎 就是说 到底我们活在世界 要受这么多苦 因为在农村长大 是生活是蛮辛苦的啦 凌晨就要很早就要起来 要去喂鸡 喂好了 就要赶出去上课 上课了回来 又是回到农场工作 然后晚上要到很晚 才能够做功课 所以觉得那种生活很辛苦 所以就问说 到底人生活在世界 有何意义 一直有一天 这个看到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我们很熟的神爱世人 那个经文的时候 看到永生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觉得说 我现在活在世界上 现在所做的 所不做的 都有永恒的意义 就是这个人的生命 不是在乎说 今天活的 到底是什么意义 而且永恒的意义 所以从那是十几岁的时候 开始对这个生命的意义 有更深的一个去发展了解 当然要宣教士到我们的城市 也跟我们讲解一些 然后就有对上帝的真理 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了 然后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是做留学生了 那这个到了圣道坛 是我们的创办牧师 孙约翰牧师 那今年圣道坛 是五十周年 再过一个月多 就是我们的五十周年的谈庆 那听到圣牧师讲道的时候 你知道他讲道的时候 很有活力的 那他是这个宁波的口腔 所以说当初听他讲国语 有一点吃力 但是慢慢的更容易了解他的分析 那有一次呢 他就 我毕业了以后 他就问说 看到你平常在团庆里 在主入学教课团庆里带领 做辅导 有没有想过要去念神学 就这么样的一句话 就开始进入了这个神学院 其实呢 我就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 那是有在这里的一个炸鸡的一个店 叫做Church's Fried Chicken 所以我说从 Chicken Farm到Church's Fried Chicken 然后再到Church里侍奉 所以这是我的 简单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从那时开始 在圣道坛 已经大概有43年的时间了 是 王牧师是在马来西亚长大对吗 是的 马来西亚这个佛罗州那边 沙罗越一个小城市 是 那王牧师从马来西亚 特别到加拿大 这么不一样的处境 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在文化上面的冲击啊 等等 当您刚从 刚成 成为一个留学生过来的时候 感谢主 就是说 马来西亚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 所以从多元文化呢 就是说来到加拿大 加拿大那时还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元文化 到现在呢 当然我们看到是一个 很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了 所以说那时没有说很惊讶 这几年的时候他们认为说我们中国人太努力了 把他们的工作都抢了 所以说那时候的这个情况就是怎么样 要跟这个Caucasian一起相处 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感谢主 我们这个努力的奋斗 可以努力的继续的跟他们建立友谊 也很多中国人这里生意 也聘了很多这个洋人 他们见见的 我就记得我的一个Economics Professor 他是这里加拿大人 但是他在马来西亚 做过这个Diplomatic Relationship as他们的Financial Consultant 他就因为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就写了五大篇的文章 说为什么加拿大需要移民 所以Why does Canada need immigrants 从这样的开始 我跟那个教授是相当有好的关系 所以他也很了解 马来西亚来的这个学生们的情况 所以他写了那些文章 我们发现到真的对加拿大有很大的帮助 是 那请问牧师就说在 您说您特别在从圣道堂 然后在孙牧师的这个鼓励之下 进入到神学院 后来您在神学院整个学习的历程 然后甚至我们还知道 你最后也成为了神学院的老师 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谈一下你这一段经历 是那个在圣道堂服饰是存时间的 然后这个神学院的教授跟院长 他特别邀请我去交几门课 那我是一般来就是在星期一 一般来是牧师们放假的时候 就是休假的时候 星期一是我去神学院教书的时候 那一般来从早上一直会教到晚上 然后呢 另外呢 还有另外就是在这个 Williamton Church那边 那个学校也有一个分校在那边 也在那边教课 那教神学 我是觉得说 不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也看到很多学生们 他们毕业以后 都怎么样开始 这个教会 在牧养教会 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那有发现一个前项 就是我的学生们毕业以后 都是要自己开始教会 不喜欢说这个到某一个成立的教会 很久的在那边侍奉 所以我几个学生都是自己开始的教会 是都是华人教会吗 还是都有 不一定 他们虽然有的是华人 他们不一定 但是我的学生内是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twenty percent是华人 然后有差不多 二十五到三十个percent是韩国人 Korean 然后其他的都是加拿大人 是对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在温哥华读神学 然后我真的觉得 这里的整个神学教育 之所以很丰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有来自全球各地 就像我每一堂课都有韩国人 然后有中国来的 然后大陆 香港 台湾 然后或者甚至是在非洲各国 然后或者在澳洲等等 我觉得整个不同的从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文化处境里面来共同理解 然后认识这个共同的基督信仰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然后每一次从不同文化的同学口中说出他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 真的都会就是让我很惊讶觉得说哇 我怎么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所以我觉得相信牧师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领受跟同学的互动中应该有很多收获吧 一点没错 可以了解到很多不同的文化的真的是让我非常高兴 那也有好几位是这里的这个First Nation First Nation的学生 所以说尤其这First Nation呢 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有Residential School 就是技术学校里面的一些的 对 所以原住民呢 这些呢 学生们出来分享他们的经历 非常的这个感动 没错 我觉得这个多元文化处境也是我特别想请教 牧师的一个点 就是特别在这个圣道堂 即便它是以华人为主的教会 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整个圣道堂的使用的语言上就有中文英文 然后或者还有少数用粤语广东话的也都有 然后特别在整个圣道堂里面中文堂英文堂跟bridge 里面真的是跨年龄层跨文化又跨语言 甚至还有跨族群的 那不知道牧师特别在牧养这样的教会 然后带领整个这么多不同的族群的时候 都会不会遇到哪些困难 然后毕竟就是说在每个族群跟每个文化之间都有自己在意的议题 甚至每个世代 在工作的 在退休生活的等等 都有很多自己不同在意的议题 不知道牧师怎么看这个然后怎么兼顾或者说怎么帮助他们 然后甚至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机会 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那么单纯 那么我们最年长的是一百多岁了 这一百零五岁的还在 最年轻当然就刚刚生出来的 然后我是觉得说虽然是这个叫做这个Chinese Church 华人的教会 但是我们是多用文化的 因为你就说从国内来的 从不同这个省 不同这个城市来的 都有不同的文化 然后就是孩子在这里长大的 我一说一般来至少有三个文化 聘在一起 Tricultural 假如他们是基督徒的话 是一个Culture 中国人也是一个Culture 在这里 加拿大 这个学校 这个教育制度里面 又一个Culture 然后还有很多他们这个 就是Dialect的Culture 还有很多不同 所以经常孩子们所遇见的一些压力 我是觉得说 从这种Multi-Cultural Tension 多元文化的这种压力 之下成长 不是那么简单 那圣道堂感谢主 我们现在就是说 为了要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同工 教母同工们 跟长职们 跟其他的领袖 跟我们一起配达 没有的话呢 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圣道堂有一个特处就是 无论在哪一个年龄 我们都有一个爱的团契 还是一个生命小组 还有茶经班 他们都可以参加的 那同工里面呢 我们有这个儿童的节目 那个是可以说 你可以与不同的这个儿童的语言 那这些儿童的语言 来跟他们沟通 所以说无论是动画啦 还是其他的这个教导的方式 like godly play 这些 那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挑战性就多一点了 所以我们这个青少年 是选个CBC Canadian Born Chinese 是在这里长大的中国人 然后呢 他是在这里 也在圣道堂 就是成长的 一个今天是牧师了 他前年被安理成这个牧师 那么我们英文的呢 是请这个 Reverend Howard 他是这里土生的加拿大人 但是他的太太是中国人 那中国他是在马来西亚 长大的 那这位加拿大人的牧师 他是Arthur Howard 他是在马来西亚 OMF做这个宣教室 做了快要十年的时间 然后也在UBC 做这个University Christian Ministry 跟国际的学生在那边 适合了十多年的时间 然后他想要有教会的 这个经历 经验 他就参加了我们 跟我们邀请了他 所以英文部的 我们是以这样的来 去就是说 给弟兄姐妹们 他们所需要的 属灵的这个带领 那中文部的呢 我们也感谢主 就是因为 从国内移民的很多 我们也感谢主 有从国内 这个在那边工作毕业 然后在这里 做传道 那也有一个牧师 刚刚 12月刚刚案例他 我的牧师 他是台湾人 在台湾有牧养的 但是他的太太呢 是从这里生 出土生的加拿大人 到台湾去教英语 他们成为夫妻 所以他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但是先生就带回来了 他的孩子两个呢 是这个尤其儿子 讲中文可以讲到一口流利的 因为在台湾几年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就 虽然说有不同的文化 当然我们有许牧师 跟我们同工 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就看到说 上帝他都准备 有这个同工 无论哪一个年龄 无论什么文化 我们都有看到 上帝的恩典 祝福我们 有很好的同工 一起配搭 是没错 我觉得听牧师分享 我觉得真的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在这个圣道堂里面 不同的 针对不同的族群 真的圣道堂都找到 非常适合的同工 然后来 非常贴近他要牧养的 这个族群 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牧师 就是特别在很多大教会 我觉得这真的是 不分海内外 然后或者台湾 香港 大陆 等等地区 都会有很大的教会面临 因为他需要开始分众 因为他人数越来越多 那他需要分众的时候 于是就有青少年 变成有自己的聚会 然后有的 有的以年龄层划分 那有的以语言划分 有的以不同文化来划分 那在划分的同时 当他们分得越开的时候 就好像我 我比如说 以我在bridge为例 我可能就跟中文堂 和英文堂的人都不熟 然后我也不认识他们 但是我们又是在 同一个圣道堂的 这个名字下面 那我就不知道牧师觉得说 要怎么来建立这个家庭式的归属感 就是说我们即便在不同的中文堂 英文堂 或者是有的教会是在青年的聚会 有的是在成人的聚会当中 那我们还是要建立这种家庭式的归属感 这件事重要吗 那应该要怎么建立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从同工开始 同工无论是哪一堂聚会的 我们比如说每星期二开会的时候 staff meeting的时候 无论哪一堂的同工都一起开会 一起祷告 一起灵修 然后把就是跟牵涉到整个教会的事工 我们都一起讨论 一起来检讨 然后一起来配答 那有特别的一些 像这个平安夜的时候 Christmas Eve还是圣诞节 今年正好圣诞节是在星期六 所以我们不然的话 我们就是三堂同聚 没有疫情的时候 就是有复活节 受难节 堂庆这些有不同的节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三堂一起同聚 就好像这一次的这个平安夜 我们是请的Bridge的 弟兄姐妹们来带领我们worship 那是三堂一起在聚会的了 所以说也有情况 就是说我们三堂都有不同的一起来配答 事奉 在还没有疫情之前呢 我们这个九点第一堂聚会完后 体育馆是开放的 做什么呢 有茶点 那个茶点呢 就是无论你参加哪一堂的 都可以来参加 这样有互动的时候 就感觉到我们是属于一个大家庭 那我想要让弟兄姐妹感受到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话 同工们 教母同工们有这样同样的感受的时候呢 我想这个会传递到弟兄姐妹的事 没错没错 真的要刻意营造很多 这种可以让彼此产生连结的 透过聚会啊 或者是非正式的一些聚集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 王老师听到这里 其实我也有两个 很好奇想要问的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其实刚才有提到说 某个角度它好像是一个祝福 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来认识基督信仰 但某个角度也让一间教会里面 其实充满着一些张力 或者是充满着 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 彼此之间的隔阂也会增加 牧师怎么看 加拿大的华人教会 如何在面对这个多元文化 这道理 我们如何去看它 是做一个机会呢 还是其实它里面带来的一些张力 是至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 都在探讨学习怎么面对的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机会 因为无论你从哪一个背景来 哪一个文化来 哪一个国家来 只要他们在这里 生命更新而变化的话 只要他们是成为基督的门徒的话 他们就可以把福音 传遍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像圣道堂 有满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就海员的一些事工 就是每次有这个传到 我们的港口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海员 借出来去买一些东西 吃一些 然后带他们到教会来 把福音传给他们 然后他们这些海员 无论他们从什么背景来 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就会把福音给传遍 那我们特别制了一些CD 有一些这个歌 他们喜欢听的 然后还有一些见证 我们还有一些书记 这些我们都准备好 所以每次海员 那时候就已经有 三千的海员 接受主为他们的救助 这只船上的这些 就是船的员工靠岸的时候 就会继续接待这些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 陆陆细细的我们移民 有从不同的省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这个就是 同样的从中国来的话 不同城市来的 都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都非常欢迎 那么我是觉得是 只要他们愿意来 接受上帝的真理的话 我们福音就会传出去 那牧师讲到这个 刚才也提到说 即便好像都是华人 也有来自不同地方 甚至不同坡的移民特色 也很不同 那最近这一两年 其实在整个加拿大 跟英国的华人教会 也许最常被提到的是 香港的移民潮 或者有许多的香港人 搬到了加拿大或英国 这个对本地加拿大 华人教会的生态 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以及加拿大的华人教会 在如何回应 这一波的移民潮 我想刚才Josha也提到 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华府 已经筹备了这个一些讲座 怎么样迎接 怎么样放营 怎么样去扩张这个事工 圣道坛因为以这个国语 这个为Mandarin为主的话 我们这个有好几位是可以讲广东话 那我们请了一位传道 梁传道 他是从香港来的 在加拿大也住了一段时间 他可以用这个粤语来 在与人家沟通 那以后怎么样发展这个事工 圣道坛还在祷告中 但是大温哥华本身 有很多讲粤语的教会 我相信他们都在准备了 就是那当香港这个移民回来的 就从97年 然后他们又回去 然后再回来的很多 我们就从这里的房地产 就可以看出来了 就是这两年来 房价一直往上升 他们说很多都是香港 对 而且是往上升的好严重 所以说是教会都有在准备中 是了解 谢谢牧师的分享 然后特别接下来 因为刚刚我们把很软的问题都聊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很硬的问题了 第一个想请问牧师的就是特别 因为牧师过往的背景 刚刚有大概跟我们介绍 历经在神学院教书 然后才到牧会现场 我特别个人想要请问 就是牧师觉得在神学的教育上 跟你现在在这个教会 牧会的第一线 你觉得两者比较而言 哪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 或者你自己比较喜欢更享受哪一个 更享受的当然是这个教神学院 教神学学生们 因为你这个可以分享 不但是听他们分享 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 然后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看到真理真正的能够生活化 那在教神学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无论是教士君学也好 教这个神学本身 本来我是开始的时候 都是教这个systematic theology 然后我又教了systematic系统神学 然后我又教这个biblical theology 然后我又教了这个integrative theology integrate不同的这个theology 那从那个角度来看呢 我就觉得说上帝的真理 这个神学呢 可以真正的生活化 一生活化的时候呢 学生们学的呢 就觉得说真的很实用 而且呢 可以跟真正的更新他们的生命 以前我自己学神学的时候 当然要背很多东西 你知道尤其系统神学啦 还是这些教会历史 要背那个什么年份什么的 但是教神学的时候 如果能够把它这个弄得更活泼的时候 他们学的就更有兴趣了 所以我除了教这个成人 我也有教一些这个就是 chow psychology,chow theology这方面 那我自己在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南非洲去做短宣的时候 我在那边训练这个那边的牧师传道跟教会的领袖们 我只是花了几个星期 是教他们关于这个辅导这一方面 也是counseling 然后到了新加坡 那时这个他们gambling casino还没有大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那个神学院里面 教了大概有五六十个医生 还有这些 父师啦还有牧师啦 传道啦这些 专门教他们addition counseling 这个addition呢 这一方面我们 所以说 我认为说教神学呢 你就立刻可以看到效果 然后在教会里面呢 师父呢 你要针对这么多人 有不同的背景 有的从不同的宗派背景 有的从不同的国家 然后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传统的信念 还有这个年轻人新的一代这些 你单单听意见就头昏脑战 然后呢就好像说 教会里你到底要让谁高兴呢 当然我们说都是服侍上帝 我们要上帝最重要 但是面对的 每一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人 不同性格的人 当然问题 有问题的也是有很多 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的 都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说教会里的事奉 跟这个神学 教神学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我因为同时在牧养教会 也同时在教神学 所以学生们每一次的 这个Evaluation回来呢 都是说非常感谢 能够把教会真正的实际的情况 能够跟他们做 这些Case Study 那有这个Case Study的时候 他们说 我在以后我牧养教会 我应该怎么应用上帝的话语 怎么应用神学这方面 是是 我觉得牧师刚刚讲出了我的心声 就是真的就是说在 好像神学院啊的学习啊等等 都是很快可以看到成效的 然后甚至我也跟我们的 神学院老师聊过 他们说他们常常 就是教完一堂课 然后期末的时候改道同学 很多非常让他们眼睛为之一亮的 这些Paper论文啊 或者是这些报告 然后他们都觉得 比你知道相对在牧养现场这样 很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心力 然后还看不到成效来说 确实是好像当老师 能够更快的得到自信 跟得到好像马上就是 这这这这怎么 应该就是说 可以马上的看到收获 就是等等的 那不所以我特别好奇说 是什么让牧师愿意 最后就是全时间的 花更多时间在牧养上 然后离开这个神学教育现场 其实那是也是因为教会的需要 OK 就是正好顺牧师退休了 顺牧师退休了 那就是时间方面 可能就不够分配了 也就是教会的需要 那你假如说问我 还喜欢教神学吗 我非常喜欢 但是现在呢 我就是到这个年龄呢 我是觉得说 看到很多神学教授出来 OK 他们所教导的方式 也是很pagnetic的 很现实的 而且很实用的 我非常高兴 跟我那时学神学的时候 不一样的 是也想请教牧师 就说您自己就说 在两边在教牧方面 在神学方面都有 很长期的投入 那不知道牧师觉得 神学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常常 觉得是离得很远的 比如说我自己也是 主修系统神学 那这些三一论 基督论 救恩论 我实际学了 好像在牧会现场 我都没有办法 直接的使用它 那或者是 当我跟会友谈的时候 大家都打瞌睡 然后滑手机等等 不知道牧师觉得 神学跟教会的 这个实际牧会 教牧现场 关系是什么 其实神学院跟教会 这一段时间 就是大概有 有20多年来 他们发现到 我们这个神学院 跟教会 要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 所以 Region College 有一段时间 叫做 Unseminary 这个 seminary 怎么样能够到 这个community去 怎么样能够到 这个教会去 然后实际的 生活化 他们所学的东西 那同样的 现在很多神学院 也都尽量都在 教会 跟教会有关系 甚至他们把他们的 campus 有一些课 就在教会里教 换换说更多的 这个 就是教会的 同工们 就是 义工们 都可以来上 这些课程 所以神学 这个本身 是要帮忙 教会 打好 一个 这个 神学的 这个基础 是很重要的 那假如说 你问说 真正神学里 所学的东西 能够真正 应用在教会里 有多少呢 就好像我们在 大学里所学的东西 假如可以 应用到20%的话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是 同样的你说 你要讲这个 Trinity来说的话 OK 说这个 要在教会里 让弟兄姐妹 完全了解的话 那是没有办 没有可能的 OK 所以一般来 我只能够说 我在这几年 我们圣道坛 一个口号 就是说 我们要认识神 经历神 生命更新而变化 那在疫情之前呢 我们后面加了 活出真爱 那今年呢 2022年呢 我们又加了一个 就是 Be Empowered to Empowered 我们要重新得力 然后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活出 真理 所以说 神学院跟教会 应该要彼此配搭 是 这个连结真的也很不容易 然后我觉得 特别是两边的 很多 我们使用的语言 我们表达的方式 都有很大的差距的情况下 还要让两边能够有对话 然后甚至是彼此同工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 非常有巨挑战性的事 也真的很希望 更多的神学院跟教会之间 能够有这样好的关系 然后彼此帮补 然后再主力同工 那特别也想请教牧师 就说 特别在加拿大这样的 我觉得相对来说 真的是社会的这个 整体氛围 非常世俗化的 的情况下 然后牧师 要在教会中牧养的人 基本上 一天 一整周 恐怕只能花一个小时 听牧师说话 甚至还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另外其余的时间 都是在听这个世界的各种 来自媒体 来自学校 来自工作环境 等等的声音的时候 应该怎么面对 特别 我觉得我在这边 也很强烈的感受到 就是说 我美国来的同学 都会跟我说 哇 他们在美国 至少你跟朋友讲 基本上的圣经故事 或者是大概的 圣经有用过的 所谓他们的典故 然后他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他们反而来到 加拿大这边 大家完全对圣经 都很陌生 然后甚至 就不用谈神学了 连基本的圣经故事 然后圣经到底 在说什么 或圣诞节的完整故事 他们都没有 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下 那怎么来牧养 这样的时代 是 其实不是那么 单纯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们讲到说 加拿大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 那你也可以发现说 这个加拿大 是接受不同的种族 也同时就欢迎不同的宗教 在我们这边 那有不同的宗教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有一些宗教 就是让你去实际的说 有需要宗教的时候 需要求的时候 你才去求 不需要求的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宗教的了 所以有的呢 是因为他们是 像说父母们 祖父祖母们 所以有某一种信仰 但是在这里成长的呢 他们都说你要独立 你要有自己的思维 你要自己的思想 等你成人了以后 你再来考虑 你要不要接受 某一种的教导 所以说 在加拿大内 要教孩子们 一些圣经的真理的话 他们可以背很多圣经 也甚至说可以讲一些故事 但是有没有让他们 进入他们的生命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所以说你要让他们体验到 真正的有那种 这个真理在他们生命中 做更新的工作的话 真的我们是更需要圣灵的工作 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不同的背景来的 这个朋友们也好 弟兄姐妹们 甚至有的在教会里 好多年的了 他们还觉得说 读圣经不是那么重要 OK 我有需要的时候 打几个电话 问问传道人 问问朋友们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去年 就是疫情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个 陪读 跟大家这个圣经陪读 有好几位他们就觉得说 哇 我真的受益了 以前没有读到的 现在可以的 就是你陪他一起读圣经 那还有其他 家庭查经班 当然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假如我们知识太高的话 太多的话 没有真正生活化的话 我们也容易去批评论断别人 所以说还是盼望弟兄姐妹们 能够更多的去经历到 神自己的真理的大能 圣灵的大能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有生命更新的变化 是 所以我们最近还是强调见证 让大家分享见证 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 就有见证 见证出来 我觉得是很容易感动人 有没有特别的见证 牧师觉得是可以值得分享的 我是觉得这个 有几位就比如说 他以前的这个生活 是过得非常的 就是没有一个道德的概念 只要说我有需要 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根本觉得说圣经的教导 现在跟我没有什么生命的关系 但是在疫情这段时间 我们慢慢的帮忙他了解到 为什么要进入这个 了解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 那有人陪他 每个星期陪他读圣经 他刚刚上个星期 他说 我真的是生命更新 看到圣灵在我生命中 做改变的工作 以前我对上帝的真理 一点都没有兴趣 他说 当我对上帝的话语 真理有这个下了 就是这种的激情的心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我有这个对上帝真理 所教导的一些道德观 他说 我以前所犯的罪 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卸下这些罪了 好多这样的这个见证 然后这些姐妹弟兄们 去分享这些见证的时候 就激发他们 也说 你读的圣经是什么呢 然后他就会说 你要不要我陪你读圣经呢 还是一个陪一个 另外又陪一个 就这样的一直传下去 嗯 是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 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方式 在教会内 不断的透过 他又陪他读圣经的过程中 陪伴的这个人 自己也会得到很多 然后彼此彼此互相 就像星火相传 这样把这个 对圣灵 对圣经的热情都传下去 我觉得真的很 很值得我们学习 那另外还 最想请教牧师的这个 有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 但是因为牧师说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对吧 所以我就 我就来请教牧师 就是特别 因为很多 很多这个 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都面对年轻世代的流失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很多 包括我身边的人 都会觉得说 传统的 在北美的这里的 华人教会 都比较 思想比较传统 然后比较保守 然后对很多年轻人 想要问的问题 比如说 他们在学校学的东西 然后他们 在跟朋友聊的话题 然后当他们想要 在教会问的时候 好像就没有这样 足够的空间 可以让他们问 他们每一个想问的问题 然后他们只能 在包括辅导面前 在父母面前 都表现出辅导 跟父母想要看到的样子 然后特别 是北美教会 可能很多在 跟这个社会的连结上 北美的华人教会 就比较不会像 这边的白人教会 跟社会 跟整个文化 是这么接近 这么贴近的 所以也会让他们 变成说 他们在学校互动的 其实是白人同学 然后他们谈论的是 加拿大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华人教会 好像父母在意的 就跟他们的生活 也很脱节 不知道牧师 有没有观察到 这样的现象 然后觉得 有什么好的解放吗 这个现象呢 一向来都有的 当然现在就是 加拿大呢 就是说很多方面 在道德观方面的放松 也引起了很多家长 没有办法接受 跟接纳 就比如说 我们 legalize 这个 marijuanna 然后还有这个 LBGTQ的 sexual identity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 最近有 Bill C4 这些 所以这些政府 所下定的一些 这个政策 让父母们 没有办法 跟孩子们 这个互动方面 能够以 圣经教导的东西 跟他们更深度的 因为 只要孩子 听到父母 尝试地 要他们听 他们说 圣经怎么讲的时候 立刻就会有反弹了 因为在学校里 从十几年以前 就开始教导说 我们要 tolerate 要隆忍 彼此之间 要接纳 要隆忍 所以tolerance 这个字呢 就引起 所以说 圣道坛呢 就是在这么 久以来 面对的 这些问题 当然是很挑战性的 所以我们 一般来是 在家长的 无论是姐妹团契 还有家庭的 一些团契里面 我们会讲一些讲座 这些讲座 让他们能够更了解 亲子们的关系 怎么样能够逐境 所以经常 我们每一年 至少有讲一两次 两三次 针对着某一些问题 然后呢 去帮忙家长 家长们了解 那另外一点 我们就说 也有做到的 就是 就是有一个 open forum的那种方式 就是有一个 workshop 这些 工作室这些 我们就让父母们 孩子们 在同一个房间 大家可以发表 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有moderator 有panelist在那边 有专业的人 有辅导 有医生 有牧者们 都在那边 然后可以有问答的时候 那么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parent teens night 就是家长 跟他们的青少年们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 往上 让他们也有 这个dialogue的 沟通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 要不断的进行 然后也要帮忙 青少年们 怎么样去 聆听父母的声音 父母 他们有一些心声 父母有一些难处 所以说 怎么逐进这种的 亲子之间的沟通 我想会帮忙到教会 来回答这个问题 是 我觉得跨代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沟通上真的非常不容易 即便他们都可以说中文 或都可以说英文 但是其实他们使用的语言 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年龄层 都有自己习惯的语言模式 所以我觉得真的需要 很多花很多的时间 跟很多的心力 在思考说我们怎么 就是说当 刚刚牧师也有提到 当父母又想要用这种 告诉他就是这样 然后不要没有其他的 只有这一句话是对的的时候 那当小孩听不进去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在两代之间 有更好的沟通模式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 特别我觉得在北美华人教会 非常需要面对的课题 那不知道牧师最后 还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分享 在圣道堂也好 或在您自己整个 侍奉生涯中 特别重要的一课 或者是你觉得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这个关于北美华人教会的挣扎 这个华副会 也做了很多工作了 在这边 然后像这个 Dr. Inok Wong 是王健安牧师 我记得以前也有 跟他有一些沟通什么 然后他做了research 我想你们都看过了 所以那个呢 他所做的写的论文 还有他所写的就是要聆听心声 这些都是很对我们教会很大的帮助 那我自己唯一的一个就是 要提醒 无论在哪里 我们都要以这个生命来影响生命 当我们get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我们也同时要empower 所以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是 特别谢谢王牧师 今天来到 使命文图当中跟我们分享 谢谢王牧师 那里不客气 谢谢舒翔 今天可以来跟王牧师这样聊一聊 也访谈 听到他的很多的经验谈 我自己最后也很好奇想问舒翔 就是在你参加温哥华圣道堂这段时间 也跟王牧师有这些个人的接触的时候 你觉得你个人从他们的教会 或王牧师身上学到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全球的华人教会 可以从王牧师或者是他们教会当中 我们可以有哪一些的洞见学习 是我觉得在这种跨文化 跨语言 跨族群的环境当中 还一直保持跟彼此对话的这个动机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 是真的愿意说 我想要理解彼此 我想要爱彼此的缘故 去跟彼此做对话 然后特别在各种 我觉得不是只有在 像北美这么特殊的处境 有用不同的语言 然后跨不同的族群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学习这件事 因为更重要的是 宣教本来就是跟在教会的牧养啊 团契啊 都是我觉得我们在当中 都可以不断地发现 福音无限的可翻译性 就是像即便我们今天教会 全部都是说中文的 全部都是差不多年龄层的 我们可能也来自很不同的环境 成长背景 教育背景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音 去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环境 或者是成长教育背景的人 听得懂的福音 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我们 即便我们在相对会中 比较单一属性的堂会里面 我们也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实这真的让我想到 在很多时候在一个教会 只有单一语言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不同世代之间很难沟通 但当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教会 他们在不只是年龄的差别 也在语言的差别 好几波不同移民之间的差别 他们仍旧努力地对话 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觉得也对 在语言相对单纯的教会 也是一个见证 也是一个提醒 是如果在那样的环境 都不能拦阻上帝的百姓 彼此相爱 彼此对话 那在我们今天所在 相对单纯的环境 是不是我们也更应该被 也是非常被呼召 彼此相爱彼此对话呢 好 谢谢王牧师今天的分享 也谢谢书翔的访谈 我们下周见 谢谢